第355集 华夏 如此实力和天赋 应该不是华夏的人 估计刚从华夏办完事回来 那夜市天身边的老者 超凡镜之上 一个超凡镜的强者 竟然称呼一个 真元镜的少年为先生 有些意思 只可惜 他不该在我的地盘上动手 更不该动雪风华 听到这句话 福伯表情一变 看了一眼庄不凡 大人 您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庄不凡 不是要拉拢夜市天 庄不凡冷笑一声 我和雪蒙的郑长老 有些交情 这雪风华是郑长老的人 我自然要照服几许 至于这夜市天 如果此子愿意无条件 为我们一宝阁服务 收下便是 如果他不愿意 直接杀了 此子太过逆天 如果不能为我们所用 那今后便会是威胁 绝不能留 善老 你下去 看情况干涉 那个气息恐怖的老者 自然明白庄不凡的意思 点点头道 大人 我一定将事情办好 雨落 身影瞬间消散 而此刻 宁魂台下 一阵轰鸣声炸开 雪风华伤痕累累 现在的他只不过是强弩之末 主要一开始的轻敌 便让他受了伤 愤怒更是让雪风华的 武道之心动摇了 他如血一般的眼眸 凝视着夜尘 拳头握紧 看来 我真的没有选择了 哪怕死 我也要把这夜市天 拖下水 心中的憋屈 让雪风华怒火冲天 这该死的夜市天 为什么这么强大呀 他不能失败 只能成功 雪风华知道 这一战意味着什么 代表着什么 夜市天 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活着 瞪大了双眼 愤怒之下 眼中已然充满了血丝 雪风华恶狠狠地 嘶吼了起来 我倒要看看 你能够强大到什么地步 眼珠子仿佛都要瞪出来了 雪风华朝着神色冰冷的夜尘咆哮 嘶吼声当中 雪风华双手更是迅速地捏出了一个个符印 不过是转眼之间 几个符印捏出 凝聚 化为一个诡异的红色符文 印入到雪风华的丹田当中 瞬间 雪风华痛苦不堪 但是雪风华的气势在不断地飙升 以雪风华为中心 一股巨大的旋风席卷而起 站在旋风中心的雪风华 如巨魔从地狱走出 让整个宁魂台下都安静了下来 好恐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天哪 发生了什么 雪风华的气势竟然暴涨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雪风华的变化带来的震撼 无疑是巨大的 雪蒙的燃魂秘术 这雪风华疯了吗 有人突然惊呼出声 人群之内 沈诗希眯起了眼睛 他身形微微前倾 远处一世独立的几家小姐 看到这一幕之后 嘴角的笑容消失了 眼中迸发出了一抹寒光 易宝阁那些满脸笑容的人 这一刻脸上的笑容凝固 雪蒙燃魂 这是传言当中雪蒙的尽数之一 据说一旦此数施展 修士的实力 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得到暴涨 这是雪蒙最为恐怖的手段 当然 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巨大的 甚至稍有不慎 连性命都不保 那夜市天只怕便是真的危险了 看着雪风华的变化 夜沉眉头一皱 雪风华终于拿出所有的实力了吗 这就是真正的雪风华吗 这就是沈诗希让自己小心的雪风华 有点意思 不断飙升的气息隐隐超越了超凡境中期该有的气势 夜市天 这就是我最后的手段 如何 看着夜沉变幻的神色 雪风华怒声道 夜市天 是你 是你将我逼入到如此地步的 你本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 我雪风华 我雪蒙的颜面 岂是你这蝼蚁能够羞辱的 想要战胜我 夜市天 你休要做梦了 今日 我要你死 死得很惨 这一战 他败不起 这一战夜市天 必须死 夜沉的嘴角 浮现出了一丝 让人无法察觉的冷笑 晚到剑法 冰破剑霜 整个一宝阁的温度骤然降低 地面更是结冰 夜沉手握灵剑的周围 更是卷动了一道道冰晶 冰破剑霜 寒光闪过 灵剑荡出 这一招的出现 已经让整个宁魂台下寂静了 不少人面色苍白了起来 夜市天 真的只是超凡镜之人吗 这样的超凡镜 难道不能算得上是最顶尖的天骄吗 哪怕高处的庄不凡 古井不波的脸色 也是出现了一抹骇然 好霸道的剑法 我未曾在昆仑须见过 难道这夜市天 有什么奇遇不成 庄不凡内心的贪婪和杀意 渐渐凝聚 他更是传声给善老 此子如果不愿意跟随我们 在杀他之前 想办法套出他的秘密 甚至动用术法剥夺记忆 是 大人 夜市天 死 雪风华察觉到不对劲 一击骤然轰出 狂风海浪 这一击是他有生以来最强的一击 他的身体不断流出鲜血 显然是承受不住 但是他依然要使出 剑未至 剑气先打 两股力量触碰 夜沉周身传来一阵阵刺痛 极其严肃 他倒不是畏惧雪风华 他的毛子死死的射向一个方向 那是一位拿着扇子的老者 刚才这个老者的出现 竟然暗中用微压压制了他 不然他也不会受伤 太过卑鄙 这就好比他一人要面对两位至强之人 关键那老者更具威胁 夜沉杀机爆发 他一步踏出 怒吼一声 雪龙给我出来 我给你无尽雷电 刹那间 龙吟阵阵 转而一条雪龙在所有人的震惊之下 直接冲出 想要翻盘 雪风华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今日我便与他将你镇压 这夜市天体内居然有一条雪龙 这雪龙周身覆盖着火焰和雷电 怎么可能 这夜市天难道是御龙之人 人群大惊 有些人的眼珠恨不得瞪出来 几家小姐和庄不凡 表情惊悚到了极致 虽然这雪龙只是一道虚影 但是放眼昆仑虚 谁能掌握这种雪龙虚影啊 关键这雪龙身上还有火焰和雷电 不光如此 还有着极强的杀戮气息啊 一声震荡 仿佛破九州 见光溃散 雪龙发出悲鸣 抱飞而回 夜晨血气上涌 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 倒退了好几步 雪风华知道这是他最好的机会 不再犹豫 一箭即出 带着雪蒙的最强杀意直接席卷而去 直击夜晨的要害 雪风华想要杀我 这一招可不够 夜晨冷冷的看着那抹剑光 破阳剑 给我出来 既然震魂剑无法使用 他还有破阳剑 震魂破阳 破阳剑丝毫不输震魂剑 这一刻夜晨紧闭双眼 嘴角逐渐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狂风呼啸 气势更是不断攀升 每一道狂风 似乎都如一道剑气 给我破 破阳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化为一道红光破空而去 冰冷的杀鸡覆盖全场 所有人都如履薄冰 雪风华 夜晨必须废 不光是为了今日的恩怨 更为了被困雪蒙天牢的父亲 转眼之间 破阳剑就刺入了雪风华的身体之中 鲜血渐染 刺入的方向赫然就是丹田 丹田一回 这对修炼者来说简直是痛苦 啊 然而 就在雪风华的嘶吼声当中 在所有人都以为雪风华要完蛋了的时候 一阵冷哼声却是突然传来 下一刻 一股金光闪过 破阳剑骤然一顿 一阵轰鸣声炸开 狂飙的气浪当中 夜晨看到那暗中出手的老者 出现了 破阳剑直接被枕飞出去 更是插在了夜晨身前一米之地 深陷其中 强大的剑气让夜晨退后了几步 夜市天 这里是一宝阁 你没有资格在这里杀人 善老冰冷的声音响彻 说完 他更从腰间取出一颗丹药 直接递给丹田一毁的雪风华 扶下丹药 慢慢疗伤 雪风华一正 突然想到了什么 向着一宝阁楼上看去 他看到了庄不凡 他知道 庄不凡和郑长老有些交情 很显然 庄不凡没有坐视不离 雪风华心中激动之色 一余言表 更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夜晨 直接扶下了丹药 开始疗伤 丹田虽毁 现在疗伤 说不定还有抢救的机会 而此刻夜晨却是冷冷地 看着善老 一字一句道 你算什么东西 只许别人杀我 此话一出 那些围观之人神色大汗 他们可是认出了善老的身份呢 俨然是庄不凡身边的高手啊 而现在 那夜市天居然说 善老算什么东西 善老听到夜晨如此话语 心中恼怒了几分 一步跨出 杀鸡释放 夜市天 莫非你要和一宝阁为敌吗 别说你了 就算你背后的人 也没有资格惹一宝阁 这雪风华你不能杀 不管谁来了也一样 还有 你刚才对我如此语气 我劝你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 我让你后悔来到这里 剑拔弩张之际 一道身影挡在了夜晨面前 正是沈时希 同时 几家小姐也出现在夜晨的左右 几家小姐看了一眼善老 笑了笑道 善老 你这么做不仗义吧 这是夜市天和雪风华之间的恩怨 你为何早不出手 晚不出手 偏偏这个时候出手呢